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选一这个项目是7分 六千五百万元消费券明日开抢 那么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呢 重点关注我们发放的时间和发放的平台 不要错过机会 长川警方破获两起设起盗窃案 抓获三名嫌疑人 通过手机的基站 最终确定了一名张星嫌疑人 在15号的晚上把这个张星的嫌疑人抓获了 保障农民工公司支付条例即将实施 可以在市区两级政府或人设部门的门户网站 开设的欠薪专栏 或者专门的劳动保障投诉举报平台 进行留言来反应诉求 18岁女孩走失污天 急坏家长 我今天就是到这儿来了 要不然我就去下面村 一村一村一村去找 发现了七村 企业电缆接连被盗 涉案总值20万元 一个墙的下面的位置 提取到了一些污证 是三名烟团 他在抽电缆的过程中 他势必要给那个地方占个人来用力 首先咱们来关注中考体育考试 对于长春今年即将毕业的初三学生来说 近期最大的一次考验 就是参加体育中考 根据长春市教育局的统一安排 考试时间预计是在5月的7号到11号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迎接考试 熟悉考场环境和考试流程 今天考生们开始陆续查验考场 那么今年的体育考试具体如何入场 如何考试有哪些变化呢 一起来看一下 2021年长春市体育学考试 将在5月7号到5月11号进行 现场考试成绩由越来的16分 提高为20分 总分由越来的40分 提高为50分 那我先锁在位置长春市的朝阳区考点 为了保证考试的顺利进行 今天在这个考点 将5000余名考生陆续到现场来 实地查验考场 据记者从教育局方面了解到 2020年由于疫情原因 长春市没有进行体育中考 所以上一次考试还是2019年 根据公布的数据 今年长春市的考试人数达到67000人 比2019年增加了8000人 达到历史新高 在朝阳区考点 记者注意到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每位考生参考前必须测量体温 额头对准感应器 再来 听见正常再往里进啊 2021年体育中考分为三大项目 男生1000米跑 女生800米跑为必考项目 一分钟跳绳 足球运球绕标志物项目二选一 立定跳远 前置实心球 座位体前驱项目三选一 在现场记者注意到 每一个项目考试前 会有考务员对考试要点 注意事项等进行详细介绍 考试现场设置显示器 考试结束后实时显示考试成绩 今年我们明确了 每一个项目的具体分值 女生的800米 男生的1000米 就是6分 然后跳小绳 运球绕标志物 二选一这个项目是7分 三选一的项目7分 2021年体育中考 长春市中心城区共有9个考点 每个考试单项评判标准 流程分数确定与以往没有变化 另外长春市教育局 是通过各校初二年级学生 对考试设备进行了实测 初三年级学生在查验考场过程中 则没有实测环节 今天初三的学生提前到自己所在的考区的考点进行整体的流程的熟悉 这样他在5月7日正式考试的时候就不会慌乱 需要提醒的是长春市教育局明确 考生在体育考试环节 学生是否佩戴口罩采取自愿原则 守望的是军阳尽则报道 考生们一定要记牢相关的考试要求 同时利用这段时间调整好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 家长们除了做好辅助 最好日常最近也跟孩子一起适当锻炼一下 咱都保持一个好身体 另外也让孩子的机体处于一种积极的状态 避免到考试的时候出现一般损伤 预祝考生们能够考出好成绩 不但参加体育考试的学生们需要加强锻炼 适当的参加体育活动 对每个人的身体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为了让大家积极地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 从5月1号到30号 长春市体育局将发放总额度400万元的消费券 那具体这个消费券怎么获取怎么用 让记者带你了解一下 五一小长假就要到了 但是这个假期并不能阻挡热爱锻炼的人的脚步 从5月1号到5月30号 长春市体育局分四轮发放总额度400万元的 体育消费券 那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应用商店下载长春市民卡 通过实名注册登录后绑定银行卡 进入首页之后按照规定时间抢券 抢券成功后 体育消费券将保存在我的消费券中 记者了解到 本次体育消费券的面额分为50元 100元200元 体育消费券共分为四轮发放 分别是5月1日8日15日和22日的上午9点 每轮消费周期为7天 单次消费仅限使用一张体育消费券 消费满150元可使用一张50元消费券 满300元可使用一张100元消费券 满500元可使用一张200元消费券 承接本次体育消费券的有欧亚卖场 欧亚商都 长春百货大楼 长春沙之船中东奥来等30家商贸企业 和长春市职工体育活动中心 长春北湖奥林匹克公园等四家健身场馆 守望都市刘阔公雷报道 接下来要说的还是消费券 这五一假期一定是一个消费购物的高峰期了 有计划到商超购物的长春市民要注意 长春市商务局也要发消费券了 长春市商务局联合支付宝 银联云闪付 长春市民卡三大APP 发放总额6500万元的约会春城消费券 发放的时间是从明天开始 大家可以注意具体的领取时间和平台 五一小长假临近 市民们的消费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期 好消息是 长春市商务局通过支付宝银联云闪付 长春市民卡三大APP 发放总额6500万元的约会春城消费券 其中超市消费券2000万元 百货消费券4500万元 领取消费券的方法有三种 我们首先来看长春市民卡APP 进入首页后 我们点击优惠券 我们点击进入 然后点击前往领券中心 那活动当天 我们就可以看见活动页面了 那在银联云闪付APP中 我们点击首页里的发现栏 然后点击奖励中心 我们就可以看到活动界面了 点击过后 我们等活动开始就可以领取了 那支付宝APP呢 会在活动当天出现活动入口了 超市消费券发放日期为 云闪付APP4月30号上午10点发放 长春市民卡APP4月30号中午12点发放 百货消费券发放日期为 支付宝APP5月1号上午9点发放 长春市民卡APP5月1号上午9点30分发放 本次消费券为满减券 超市消费券面额为50元 消费满200元使用 买货消费券面额分为两种 面额100元 消费满500元使用 面额500元 消费满2000元使用 承接本次消费券的有 长春欧亚超市连锁 欧亚卖场等近20家商超 市民可以通过以上APP内看到具体信息公告 在促民生的基础上 我们要着力地扩大消费 那么也希望广大消费者 重点关注我们发放的时间和发放的平台 不要错过机会 守望都市一鸣张磊报道 领好消费券 咱就等着假期消费了 接下来要说的还是跟假期相关的出行 每到假期 咱们的公共交通一定会根据大家的需求 做出一定的调整 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 也对假期期间的行车计划做出了调整 为了应对即将来临的客流高峰 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将采取提前晚高峰 缩短这个车格的办法 那具体的调整安排 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轨道交通1号线 今天是4月29号 那么今年的五一假期马上就要到了 包括今年的这个客流可能也比较大 那么为了应对这种客流变化 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也在最近两天 做出了这个调整计划 那明天下午的晚高峰时间就提前到了三点 并且一直延长到了晚上七点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长春市轨道交通的 一二三四号线的车格时间都缩短至五分钟 2021年5月一直至5月5日 轨道交通一号线 二号线 四号线 全天行车间隔是六分钟 三号线是五分钟 然后是八号线全天也是八点五分钟 在五一期间呢 可能有很多朋友要带着孩子和家人 一起去敬略游玩 但是呢 由于目前长春市轨道交通三号线的部分车站 还在整修当中 那么从4月15号开始啊 在紫山路往后的这四站 都是处于一个整修的状态 所以说呢 目前也是暂停营运的 包括呢 目前长春市轨道交通三号线正常运营的车站呢 是静越公园站到宽平桥站 那么剩下的这几站啊 可能要今年稍晚些时候 才能恢复正常的运营状态 五一期间有很多小朋友他们会放假呀 然后家长带着孩子的时候 尽量做好就是那个极枪马的携带工作 没有极枪马可以手动登记 然后大家配合按键工作就可以 必须是戴口罩才能撑车的 首王都市长汉 网微报道 在昨天的节目中咱们关注了 2021年长春马拉松将在5月30号名枪开跑 那长马的回归对很多长跑爱好者来说 绝对是个好消息 然后很多人就得问了 那怎么报名呢 那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就来了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 2021年长春马拉松的报名通道 将于4月30号 也就是明天正式开启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具体的这个报名办法 2021年长春马拉松将于5月30日上午7点30分 正式明强开跑 那根据长春市体育局的最新公告 4月30日开始 本届马拉松赛的报名通道将全面开启 那今年的报名方式呢 与以网友所不同 是否能够真正的报名成功 还需要一点运气 据悉2021年长春马拉松报名的具体时间为 4月30日上午10点至5月4日下午18点 报名费用为全程和半程马拉松每人150元 10公里和迷你马拉松每人80元 此消息一出很多朋友都愉悦于世 参加肯定参加 想报个钱吗 一个是配速 一个是心态 不能过急 也不能去追别人 按照自己的这个速度去跑就好了 虽然大家报名的热情很高 但今年的马拉松报名方式与以往不同 今年马拉松的报名采取抽签的方式 想要报名的选手 首先要登入2021年长春马拉松官网 进行报名和缴费 报名缴费后 方有资格参与抽签 中签后方为报名成功 且报名费用故意退还 名额直线本人参赛不得转让 而报名缴费后未中签的选手 组委会将退还报名费用 同时提示广大朋友 本届长春马拉松不接受团体报名 爽多士万磊海军报道 国寿府保护我守护家 中国人手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飞客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可以在市区两级政府或人设部门的门户网站 开设的欠信专栏或者专门的劳动保障投诉举报平台 进行留言来反应诉求 18岁女孩走失污天 急坏家长 我今天就是到这儿来呢 要不然我就去家民村 一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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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 发现了 其实 企业电缆接连被盗 涉案总值20万元 一个墙的下面的位置提取到了一些物证 是三枚烟头 它在抽电缆的过程中 它势必要给那个地方占个人来用力 中国移动全间照唱响智慧云生活 清血八卫片 狗药清红血血好 新脑好 本栏目由长春旺科地产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呢也在进行中 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爆料视频和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最高可以获得千元现金奖励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近日呢 长春警方连续破获了两起涉起盗窃案件 民警通过对案情的分析研判和摸牌对手 最终让涉案的三名嫌疑人全部归案 这一共多少 那四个是从北湖牢里的 这什么牢牢 这也是在北边整的 来 看看这个来 这都一起 这段视频是在2021年4月16号 长春新区分局新华派出所抓获涉起盗窃案的指人现场 视频中这名犯罪嫌疑人因盗取四十余片铁栅栏被警方抓捕 4月7日的早上 街道报警称在那个北湖新区某公司外围的栅栏被盗 丢失的围栏一共丢失了四十余块 每块围栏造价大概二百余元 损失大概两万吨 街道报案后 警方立即对此事展开调查 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录像 以及道路排查 最终在位于航空街上的监控录像中 锁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在审讯中张某对自己盗窃场区栅栏的犯罪事实公认不讳 同时又招供了另一名同伙江某 随后民警前往了江某家中将其抓获 后期经过调查 这两个人呢都是工人 可能是出点财 然后看到那个地段 以为这块没人会发现 这两个人就连去起义了 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转移到收费站 收费站又转到铁厂 就消灯了 民警表示 除了这起设企盗窃案 在2021年4月17号 他们还接到了某装饰公司工作人员报警 称某小区地热分水器被盗 涉及三栋九个单元 九十余户 累计被盗九十八组 损失价值达五万余元 接到报警后 民警通过对案情的分析研判和摸牌蹲守 最终在犯罪嫌疑人再次作案时 将其当场抓获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孙某对盗窃分水器的犯罪事实公认不讳 目前江某张某孙某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收网都市报道 日前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 发布了关于敦促 吉林省德荣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行为人退缴赃账款的通告 据通告介绍 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宋某某刘某已进入诉讼审理阶段 为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活动 保护投资人的合法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吉林省德荣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人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至2021年6月30日至 将在吉林省德荣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所获非法所得全款 退缴至下列账户 汇款后需持汇款凭证 至德荣非息案各地办案机关进行备案登记 及时退缴上述账款的 可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其中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 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凡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 拒不退缴账款的 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追究 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联系电话0431-8600-2922 首网都是赵新编辑报道 4月26号 长春市民政局在官方网页上公布了一则 社会组织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公告中设计了长春市108家社会组织 因违反规定 已被撤销登记 在长春市民政局官方网页上 记者看到有这样一则告知书 经查长春市韬略美容媒体技能培训学校 长春市北方军业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长春市瑞诺威职业培训学校等108家社会组织 存在不按规定进行年度检查情况 违反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第23条的规定 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第25条第一款 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10条的规定 拟对其做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因用法定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现依法公告送之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上述社会组织应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逾期视为送达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1条 第32条 42条的规定 上述单位享有陈述 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自送达之日起3日内 不进行陈述 申辩 要求听证 视为放弃陈述 申辩 要求听证的权利 如有疑问 可拨打长春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电话 8790-5346或8792-6566 去年5月1号起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实行 那一年来 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直围绕条例的规定 在农民工工资支付的监督管理方面 通过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提高了办案标准等工作措施 打通了农民工工资支付过程当中的难点读点 全面加强对农民工工资支付的监督管理 是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中的明确要求 对近乘务工的农民工而言 签订劳动合同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因此在签订劳动合同时要注意三个方面 一 劳动合同应以书面形式定立 不要采用口头约定形式 内容要尽量详细具体 合同签订至少一事两份 双方各执一份 二 劳动合同中必须明确规定 合同期限 工作内容 劳动报酬 工资支付形式 支付时间 合同终止的条件 以及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内容 三 劳动合同的定立要遵循法律 法规和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的原则 并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基础上 另外 农民工在遇到迁信问题时 可以选择多种渠道进行维权 第一 可以直接到 自己干活工地 所在的劳动监察 投诉举报窗口 当面投诉或举报 第二 可以在市区两级政府 或人设部门的门户网站 开设的欠薪专栏 或者专门的劳动保障 投诉举报平台 进行留言来反映诉求 第三 可以拨打投诉举报电话 12333 或各级劳动保障监察 公开电话进行投诉 农民工还可以向 劳动仲裁机构咨询或申请仲裁 对仲裁结果如果不认可 可以到凡人起诉 同时 农民工在依法维权时 要保存好相关证据 提供准确的信息 选择正规的维权渠道 首网都市党员附墙报道 农民醒来找食物 野生黑熊下山溜弯 翻山过河跨栅栏 悠悠夺步 憨态可居 村中逗留俩钟头 村民围观黑瞎子 下面要说一个寻人的消息 邦女士给我们打来求助电话 说4月24号的时候 她18岁的女儿 在酒台站前走失了 因为女儿有轻微的精神病症 那身上没有带手机和身份证件 现在孩子失联已经五天了 家人焦急万分 我女儿她有那个轻微的精神分裂 那这一次犯病了 她爸接回酒台去带她住院 就走到酒台站前的时候 她说买瓶水 然后走失了 到现在没联系上 邦女士说 女儿在4月24号走失的时候 身上没有带手机和身份证 只有几十元零钱 发现女儿不见后 家人在酒台站前 和能想到的女儿 可能会去的地方进行了寻找 目前没有任何线索 现在她们已经报了警 那孩子走失地附近的监控坏了 无法查看到女儿当时的情况 邦女士非常着急 她生病呢 吃药她惊人头 怎么是造正常人就是擦着点 说话什么的都挺好的 她全都明白 我的电话号 她爸的电话应该打头应该记着 但是五天了 没有联系我们 只要是想能想到她去的地方 我们都去了 我今天就是到这来了 要不然我就去下农村 一寸一寸去找发现 女孩名叫于悦 今年18岁 身高大概1米6 体重120斤左右 走失时身穿黑色毛泥外套 黑色牛仔裤 黑白色的鞋 戴着眼镜 短头发 头发有自带的羊毛卷 广大市民如果有关于女孩行踪的线索 可以与家属取得联系 联系电话1870447 3274 首王都市刘畅许振报道 近日吉林省政府政务大厅 进行了这个作息时间的调整 自2021年5月6号起 办理了业务时间 有了这个新的变化 那具体的情况呢 来看一下今天的便宁发布台 近日吉林省政府政务大厅进行作息时间调整 自2021年5月6号起 吉林省政府政务大厅上下班时间提前半小时 作息时间调整为8点30分至16点 中午不间断服务 住厅各部门审批办 各住厅单位需按照此作息时间执行 长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静越高新区 政务服务中心开设不动产登记服务窗口 该服务窗口涉及27种业务类型 办公时间为夏季9点至17点 冬季9点至16点30分 办公地点在静越高新区 政务服务中心6号楼一楼大厅 4月30号22时起 亚台大街与南四环立交桥 北转西扎道将全封闭施工 计划工期为4月30号至5月30号 由亚台大街快速路 北向西前往南三环方向的车辆请倒行 望市民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守望都市电机报道 东民醒来找食物 野生黑熊下山溜丸 翻山过河跨栅栏 悠悠夺步 寒泰可居 过河上路就越烂 都越烂吧 就直接停了一会儿 人家过来他就过车 他这边就停了一个时间 村中逗留俩钟头 村民围观黑瞎子 我记忆看是个大黑下的 野猪啊 袍子啊 野生的我经常能看得到 守望都市提醒各位 有熊出没 请注意 企业电缆接连被盗 涉案总值20万元 一个墙的下面的位置 提取到了一些物证 是三棉烟头 他在抽电缆的过程中 他势必要给那个地方 占个人来用力 中国移动全身要畅想 智慧云生活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专制可谈蠢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 也正在进行当中 欢迎大家随时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接着来关注新闻 去年下半年以来 白山市发生了多起电缆盗期案 涉案总值超过20万元 民警以现场的烟头为线索 经过数据比对锁定了三名嫌疑人 话说在2020年的下半年以来 在白山市浑江区发射了多起 企业内用于生产的电缆被盗案件 案件犯罪情节恶劣 这电缆被盗也严重地 影响了当地的营商环境和建设 2021年2月7号 接到白山市水务集团 一个负责人报警秤 位于我们河口老道洞里面 白山备用水源 蹦房电缆被盗 整合发案地分布特点 调配空沟分局和动营分局 经案警力成立联合侦办组 经过相关数据比对 民警将最近发生的电缆案 并按侦查 在现场勘查时 民警在蹦站电缆地沟附近 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一个墙的下面的位置提取到了一些物证 这是三枚烟头 因为那个位置正常如果说是工作人员下去 他不会走到那个位置 他在抽电缆的过程中 他私必要给那个地方站个人来用力 把这个电缆从拐角出抽出来 就是这三枚烟头 让民警确定了作案人员 因为三人以上共同作案 并且有作案工具和作案车辆 嫌人通过攀爬钻洞进入企业车间 用钻月工具将车间配电箱内的铜线 车间内电缆拆卸后 就地扒除外包装 塑料皮将后将铜线带离案发现场 侦办组随后发现 浑江区居民崔某张某 存在重大作案嫌疑 开展墨牌工作 经查犯罪嫌疑人崔某张某 伙同李某 长期在白山市浑江区江源区 实施了多起盗窃电缆 变压器案件 三人分工明确形成了犯罪团伙 其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是有前客的 而且前客就是盗窃电缆 然后通过这个犯罪嫌疑人 互动轨迹包括人机关系 研判 他当年前客的时候有几个同案犯 这几个同案咱们也做了一下梳理 确定了犯罪嫌疑人 2月25日19时许 办案组在白山市浑江区某小区内 成功将犯罪嫌疑人崔某张某抓获 并于当日在六道江镇某村将李某抓获 抓捕以后从他那个车上就是即刻进行搜索搜查 一搜查他的过程中他后背像有踩下来的被压器 一审讯他说刚刚进去到前晚回来 经审讯三人供述了2020年至2021年1月份期间 先后多次盗窃电缆 变压器的犯罪事实 经查该团伙累计作案时期 涮案价值20余万元 目前三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双都市战兵海拨白山市报道 如今电信网络诈骗都不算什么新鲜名词了 甚至很多的套路 这片子写的这剧本内容 大家都能记得住 比如说冒充公检法人员给你打电话 就说你名下这银行卡 涉嫌洗黑钱 然后就开始吓唬你 让你把钱转到他的账户上 遇到这样的电话 您会作何反应呢 最近在广州 我们的一位记者同行 也接到这样的电话了 中午12点 记者接到一个来源是匈牙利的境外电话 对方自称是广东省公安厅的陈警官 说记者牵涉一宗案件 记者一看是境外号码 觉得是诈骗电话 没有理会 没想到下午2点 这名陈警官再次打了电话 声称破获了一宗跨国诈骗案 记者强调没有参加犯罪活动 片子说记者的个人信息很可能被盗用 要交给更熟悉案情的叶队长处理 叶队长接过电话后 抛出一大堆法律条文 说记者涉嫌洗黑钱 要马上去北京市公安局协助调查 于是把电话转到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 您是江雨市吗 记者和这几位所谓的民警聊了一个多小时 还没有进入到转账的环节 最后记者当场戳穿他们 诈骗分子竟然向记者坦白 反诈骗中心民警说 现在诈骗分子不会再提转账到安全账户 通常会以资金审查等理由 骗市主点击木码链接 市主只要在上面输入过自己的身份信息 包括身份证 银行卡 银行卡密码 或者是手机验证码之类的字眼以后 对方就可以通过电脑端 远程的获取这些信息 可以对市主的银行卡进行转账 所以大家记住了 各种骗子最终的套路 就是要坑你的钱 所以当你听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的时候 直接把它挂断就对了 当然我们也有一位记者也接到了 对方让他转钱 记者倒是也不含糊 说对不起 现在文明祭祀 要不然我上十字路口给你烧点去了 接着往下看 最近湖南长沙天心区法院发布了一期 涉及知识产权的典型案例 案件中 湖南的本土网红奶茶店 茶檐月色起诉 茶檐官色 说对方是不正当竞争侵权 那一省判决中 原告胜诉 并且获赔170万元 2014年12月28号 茶檐月色在长沙开设第一家 新中式鲜茶门店 经过多年的经营努力 如今茶檐月色已成为 外地游客来长沙必打卡的招牌美食之一 然而从2017年以来 有部分公司开始使用与茶檐月色装潢相同 或近似的标识设计 模仿茶檐月色的饮品菜单 名称门店装潢设计等 2020年8月17号 湖南茶阅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将三被告以使用与原告相同或近似装潢标识 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 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起诉 总共是三个被告 左边这个是原告的 它的一个饮品菜单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的话 这是大众点评里面 关于我们被告三 刘穷饮品店的一个饮品菜单 虽然它只有部分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包括字体都是完全是一致的 只是大小有点差别 然后它的颜色也是一致的 然后在它的左下角 也依然有一个茶阳观色的 是女图logo 这个就说明的话 就是被告的话 它这个抄袭装潢的主观恶意 还是非常明显的 针对调查结果及核实情况 2021年4月22号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对茶颜悦色起诉 茶颜观色不正当竞争侵权案 进行了一审判决 第一就是广州洛奇公司 和广州凯军申品公司 这两家被告停止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广告宣传 招商加盟宣传 还有虚假宣传的行为 第二就是两家被告 对于上述的三个行为 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150万元人民币 第三就是被告三 流穷音品店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及合理开支 共计人民币的20万元 最近辽宁大连市海洋和渔业等部门 在进行联合执法时 一艘正在被检查的大型渔船突然逃离 执法人员冒着危险拦截了这艘违法船区 21号 大连市海洋和渔业等部门 在龙王堂渔港进行联合执法检查时 一艘船证 船号都存在问题的大型渔船 趁执法人员不被突然逃离出港 情况紧急 执法人员立即驾驶快艇追击 并与这艘身长30多米的逃逸船只 展开了一场长达一个小时的海上大战 面对加速逃离的渔船 闻讯赶来支援的渔政执法船 只好动用高压水炮 对逃离渔船进行干扰 但渔船依然顽固逃离 没有停航 挺上执法人员找准时机 艰难飞身登上全速逃离的渔船 经初步调查 这艘渔船涉嫌套牌 三无非法买卖等多项违法行为 这是今年大连市渔业执法遭遇的 第一起恶性逃离事件 我们执法队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对其进行顶格处罚 首网都市报道 最近重庆一名男子在喝酒之后 开车回家 怕开错呢 还开了导航 结果他就被导航阴差阳错的带到了 交巡警的执法检查点 他自己都迷惑 这导航软件怎么还有自首的功能呢 九龙坡区交巡警石桥坡大队在辖区开展酒驾检查时 发现一辆越车内弥漫着很大的酒气 于是民警立即对司机进行了酒精测试 都是这个力度 好 看一会儿好多 请你读出来好多 157 157 你这个水气结果高于80了 最久驾驶机动车 黄某坦言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喝了大概三瓶啤酒 觉得自己喝的不多 吃饭的地方离家也不远 于是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回家 他是根据大航的照 行事过程当中可能还是因为究竟作用 然后绕了绕去 就无意当中绕到 开到我们这个盘查 这个地方来 按照到了焦团安全法 民警吊销了黄某的驾照 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黄某五年内将不能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冬民醒来找食物 野生黑熊下山溜丸 这就起发飞行人挺大 都能刺了 翻山过河跨栅栏 悠悠夺步 憨态可居 过河上路运烂 都运烂吧 就直接停了一会儿 人家过来他就过车 他再就停了一时间 村中逗留俩钟头 村民围观黑瞎子 都其一看似的大黑瞎子 野猪啊 袍子啊 野生能够经常能看得到 守望都市提醒各位 有熊出没 请注意 中国移动全新兆 畅想去会赢生活 本来目由长出万科地产 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呢 也在进行中 欢迎大家随时 给我们提供爆料视频和新闻线索 近年来呢 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 逐渐增多了 那一些野生物种 还时不时地走出保护区 闯入人类的生活区 近日呢 在白山市的一个村子里 就上演了现实版的熊出没 那当地的多名村民呢 都看见了黑熊 在村里活动的身影 这是前段时间 有网友发布在网络平台上的视频 引发不少人的点赞和评论 大家纷纷感叹 拍摄者在危机时刻依然幽默 其实这件事就发生在咱们吉里省内 前几天网上一段 辅送县域内有黑熊出现的视频 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经过多方联系 我们确定地点为北杠镇 湖城河村 而我身后这片区域呢 就是当时熊出没的具体位置 事情发生时 现场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们现在也联系到了当时墓迹的村民 那天下了本 五两半左右 本一看 三四块一下了一个 等于能先是野兹出来 东西一看是个大黑下子 就去调皮筋 整体挺大 这平时都在山中的黑熊 突然下山溜弯 也引起了村民们的好奇 大家纷纷站在远处围观 但考虑到野生动物的凶猛 没有人上前打扰 据了解 黑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2012宾威物种红色名录 E威 黑熊的出没更加印证了 当地生态环境优良 近年来 辅宿舍县通过实施 退更还林 更新造林 村屯绿化等生态保护措施 不断改善自然环境 对当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也起到了显著作用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 黑熊出没有一定的危险 尽量避开黑熊活动区域 不要在山林间早出晚归和单独外出 避免受到伤害 守望都市 伊晨 辅松电视台 韩玉 博子晨 李京报道 最近这大老虎 大黑熊是经常出现 那不仅这些大型动物 近日呢 黑龙江牡丹江警方 还接到了一个小区居民们的报警 说呢 小区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把附近的居民都给吓了一跳 那这不速之客究竟是什么呢 一起来看看 这个小家伙可能是太害怕了 他躲在居民楼楼道的暖气缝隙里 死活不出来 民警联系了野生动物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 到底是个什么动物呢 体长有半米 体重20公斤左右 正当工作人员想把它放进笼子的时候 确实不会参加逃跑 跑到了小区居民楼场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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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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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警担心小动物再次对居民 人身造成伤害 于是与决定使用电击枪 将其电击的过程中 与工作人员一起将其捕获 打了吗 打上了 打上了 电了 打上了 超好屎 把你枪拿上 再垫了一下 刚才给他垫毛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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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荒子 是学名叫猪荒 它平常呢 属于是血迹动物 一般活动范围呢 都在深山区里面 但是这回在市区内 见到他是非常 非常罕见的 那把他装到我们这个 笼子里之后 带到我们救助站 救助站之后呢 通过一段时间的 这个观察呀 包括进食啊 现在 这个小家伙 现在非常活泼 他这个比较喜欢吃 那些肉类啊 包括这些穀物 包括玉米啊 包括这个大豆 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 我们打算 再有一个月时间吧 我们准备 把它放回到大栅中 东北鳞蛙 是咱们东北地区 独有的一种 两栖动物 那野生鳞蛙呢 是属于国家 三有保护动物 并曾在2008年 被纳入国家 冰威物种红色明露 那每年的春末夏初 又到了 蛙生满池塘的季节 鳞蛙肉质细嫩 鲜美可口 营养丰富 于是呢 就有人啊 因为这个嘴馋 鲜而走险 前些天呢 民警在巡逻的路上 就遇到了一名 想捕捉野生鳞蛙的男子 哎 同志您好 你这是抓什么呢 好吧 近日 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 清水河边境检查站 与池南边境派出所 联合巡逻过程中 在漫江河道边 发现一名男子 正在捕捉野生鳞蛙 民警立即下车 对其进行劝阻 请询问 该男子为附近居民 赶上下雨天 想出来抓点鳞蛙回去吃 没想到 刚开始抓 就被发现了 随后民警将查获的 十几只野生鳞蛙 全部进行放生 并对该男子 进行了宣传教育 鳞蛙这些东西 属于三有保护动物 有经济价值的 这个是 超过二十只的三有保护动物 你要抓的话 是要被判刑的 现在知道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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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 鳞蛙是捕食害虫的能手 一只鳞蛙的存在 每年可使林区 少喷洒农药10公斤 在禁猎区禁猎期内 非法猎捕野生动物 二十只以上的行为 将构成非法肉猎支队 对此 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提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 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 应当合法取得 限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 合法的狩猎证 并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 少都市冯帆编辑报道 每年的三月到六月 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猪环的繁育期 最近在陕西汉中 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人工孵化基地里 就已经陆续孵化出 十一只猪环宝宝 在陕西汉中 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人工孵化室里 工作人员正在给 今年第一只 人工孵化出来的 猪环宝宝喂食 还有几天 它就满月了 因为营养全面 小家伙发育得很快 出生二十四天 体重就达到了七百三十八克 喂食的时候 时不时用它长长的 会啄工作人员的胳膊 活泼又调皮 一天给它喂五次 主要是给它用黄范松 这个泥丘 然后里面加点苹果牛奶 给它打到一块 给它补充这个营养成块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保护区今年的 人工孵化工作 从三月二十号开始 计划孵化二十只猪环 工作人员采取 边孵化边取卵的方式 保证孵化的成功率 目前除两枚无精卵外 已经孵化出猪环幼鸟 十一只 为了照顾好这些 大小各异的猪环幼鸟 保护区会根据 它们的生长状态配比食物 这个小鸟出来刚开始 二十个小时以后 第一次给它喂食 一般就是两克左右 通过这个时间 它慢慢的长大 从以前的一到两克 可以慢慢的加到十几克 二十几克到三十几克 比如说现在最大的鸟 二十四天 现在平均每一次给它喂食量 大概就在四十克左右 据了解 陕西汉中猪环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猪环人工孵化 预除研究起步较早 猪环人工孵化成功率 一直保值在85%以上 目前保护区人工孵化基地 还有十余枚猪环卵 在保温箱中等待孵化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小猪环 破壳而出 收网都市编辑报道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枕头床垫等等 居家用品当中 可能会存在满虫 对皮肤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是您知道 如果眼睛突然很痒 而且睫毛脱落比较严重 可能就是因为满虫造成的 那医生提醒 有五类人群要特别注意 今天上午 张女士在儿子陪同下 来到眼科医院做检查 她两年前开始 眼睛就会时不时出现 发红干痒的情况 滴了眼药水也不见缓解 经过检查 医生在张女士的 两只眼睛的睫毛样本里 分别查出了12条和6条满虫 如果查出的满虫数量超过3条 就可以确诊是得了 由满虫引起的乳形满检原炎 这种疾病主要累积眼检的皮肤 睫毛毛囊和线体 检板线 满虫它主要比较惧怕 这个我们叫茶树精油 那我们可以用茶树精油截护贴 对眼检进行一个贴肤 那么通常的治疗时间 大概是2到3个月 那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巩固治疗 避免这个乳形满的复发 医生介绍 眼部满虫感染主要表现为皮炎 且大多数是双眼的发病 临床主要表现为反复发作 眼睛红 眼皮红 检原红 眼睛痒 眼睛干等等 如果市民的眼睛 反复出现这些症状 就要留意是不是被满虫感染了 并且到正规医院 眼科门诊进行确诊治疗 如果长期不就诊的话 也可以会引起一些 其他的相关的并发症 比如说并发的一些 结膜炎 脚膜炎 或者说是一些 这个前后的这个检原炎 那么都会呢 使我们未来的视力 有潜在的损伤危险 而油性复制 爱化妆人群 脂液性皮炎 酒扎鼻毛囊皮疹 搓疮 口舟皮疹等皮肤病的患者 家里养猫狗等宠物的人群 以及老年人这五类人群 都是乳形满 检原炎的高发人群 实际上呢 65岁以上的老人家呢 他感染这个乳形满的概率呢 是有90%以上的 如果是发现的条数比较多 有三条或者三条以下 那么同时呢 有一定相关的症状 比如说睫毛的脱落呀 眼睛痒呀 眼睛干涩呀 异物感或者灼烧感 那么还是建议市民呢 要及时 腹筒呢 好 12 同等会 就可以 Parker 稍启 吧 visib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今晚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稍后的经典剧场将继续播出情感大戏 假如中国欺骗了你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